但我們都知道 候選人一定要去搶曝光率 你越多曝光 你越多人了解 你又得到越多票 這個東西跟李梅珍是相反的 李梅珍越出來 他的反對的程度 業務的程度越高 今天他又參加一個網絡節目 你本來要去的 你說這又把李梅珍給搞慘了 因為他什麼都不會 很多藍營的人士都把李梅珍 希望寄托在這個 禮拜六的政治辯論 想說我政治政策辯論 可以頒回一層 抱歉我今天看了李梅珍 上這個網絡節目的話 我覺得不太樂觀 今天的對手不搶 很弱 是王浩宇 他原本要取捕我的 然後我說我沒空 換才換王浩宇 他說其實王浩宇 然後王浩宇 其實坦白說他還蠻陰險 他準備很多題目 開始問李梅珍 而且沒有聯好 他忽然就問說 請問一下未來的工程師市長 高雄有幾個行政區 第一題李梅珍回答了很有信心 38個 問題是就是李梅珍 唯一對的議題 後面王浩宇就馬上問了 那最北的行政區是什麼 李梅珍還很有信心說是納馬下 王浩宇說不對是桃園區 然後李梅珍臉就綠 然後王浩宇下一句問說 那最南的行政區是什麼 李梅珍也很有信心 小港又被打臉 不對是林園 然後人口最多的 然後李梅珍說是山民 不對是鳳山有36萬人 人口最少的 李梅珍又很有信心 回答說是納馬下 錯是茂林 只有兩千人 然後最後王浩宇 最後一題問比較難說青年失業率 李梅珍一開始還裝死 說你請問你問什麼 我沒聽清楚 然後王浩宇不死心追問 問你青年失業率 然後李梅珍當然答不出來 所以今天李梅珍是連五槓估 而且這五題連錯五題是什麼東西 這不是新的題目 是考古題 考古題 因為過去民進黨的市議員 就已經問過這五題 問過韓國娛樂 所以李梅珍身為一個 國民黨的市長候選人 五題又答不出來 真的很慘 他坐實的草包這兩個字 不是 你要做一個市長 基本上你的地圖 你一定腦袋有個地圖 比如說你做臺北市市長 臺北市的哪個分區 哪個分區哪有多少人 這個圖已經到你腦袋裡面 你做新北也是一樣 新北的這個圖 你怎麼可能你要選市長 圖不在你腦袋裡面 李梅珍為什麼會這樣回答嗎 因為他都是印象派 他對高雄認知跟我差不多 比如說人口最少 他講納馬下 為什麼 因為納馬下他認為是原鄉 所以他想當然而覺得人比較少 然後問你最北 茂林最遠 然後他問你說 最北的行政區 他說納馬下 因為納馬下確實 印象都是要開車開最遠 可是抱歉桃園區 有一個腳會尻出來 所以那個題目坦白說 就是你如果是像我一樣 就是偶爾去一下高雄 大概答的答案 都會跟李梅珍類似 可是問題是你如果真的 對高雄懂的話 你不會上這些檔 李梅珍很慘 這是連錯再錯 再配合上他上次之前的論文爭議 對不對 所以昨天有個藍衣的民調做出來 對李梅珍非常非常不利 不利的原因 並不是李梅珍支持度不高 李梅珍支持度是21% 陳其邁支持度是55% 意料之內 可是關鍵來了 比喜好度跟討厭度陳其邁都沒有改變 喜好度陳其邁上次44% 這次也44% 討厭度陳其邁上次29% 這次也29% 可是李梅珍慘了 他喜好度也沒變 表示他緊繃了 可是他討厭度從24%上升到36% 這個代表什麼事 幫陳其邁吹票 因為我出來投票 我支持陳其邁 我不見得會出來投票 可是我討厭李梅珍 我會出來投票 你說討厭人是一個投票動力 說投票動力就是討厭人 韓國瑜被罷免 為什麼94萬人出來 不是支持民進黨 是討厭韓國瑜 蔡英文為什麼拿891萬票 不是因為支持民進黨 而是討厭韓國瑜 你說在政治上面 討厭的力量這麼大 討厭度比喜好度更來得重要 所以陳其邁得救了 陳其邁選舉到現在 最苦惱的一件事是 我要怎麼吹票 吹票兩件事最難 吻贏跟吻輸 吹輸這兩個最難吹票 這個剛好在高雄 都有陳其邁尾贏 李梅珍吻輸 所以陳其邁一直吹 所以我投不投無所謂啦 對 結果這個論文造成什麼 年輕人的相對剝多感 每一個年輕人 尤其是我這個年紀 我三十六歲對不對 大我幾歲跟小我幾歲 開始流行考念研究所 以前人不怎麼念研究所 大學畢業就開始工作對不對 可是後來越要念研究所 工作比較好找等等 開始流行念研究所 所以每一個年輕人 念過研究所 都有一本斑斑血淚寫論文的帳 大家寫論文過程中 沒有斑斑血淚 每一天被嚇售臭幹狗 每天被嚇售狗幹 然後那時候我論文被丟地上說 你這什麼垃圾 這些東西 在我看到李梅珍說 既然有九十 有一個人靠著爸爸的餘音 九十四八的論文複製貼上 就可以畢業後 會造成年輕人的相對剝多感 年輕人最近出來投票 永遠都是相對剝多感 我買不起房子是相對剝多感 我養不起小孩是相對剝多感 我買不起車子也是相對剝多感 所以當李梅珍這個論文事件 現了相對剝多感後 陳其邁的票不會低